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宗主也算是我的子侄 老江宗主夫妇走了以后 确实是没人操心他的终身大事了 他也是该成家了都不小了 再不有个家事 江家如何传承 难其人一脸的严肃 就是 就是 离开松丰水月 魏无县济世给江城发了个传音符 江城 我请叔父帮你物色个姑苏女子做仙女 你脾气收一收 说不定哪天就能见到 不一会儿江城就回了传音符 魏无县 你是吃饱了撑的吗 还真的帮我找人婚配 不需要 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人吗 美女 天生的美女 温柔贤惠 勤俭持家 家世清白 说话不能太多 嗓门不能太大 还有修为不能高 花钱不能太寒 魏无县如属家珍 一一罗列出江城的择偶标准 江城那边一下子安静下来 过一会儿 江城又发了一个传音符 声调温和 魏无县 你还记得啊 记得 当然记得 我们从小玩到大 同住一间房 同盖一张床被子 就差穿同一条裤子 怎么会不记得 魏无县 回来喝和风酒 好嘞 我问蓝湛要不要一起回去 蓝旺基一回到静市 魏无县就赢了上来 蓝湛 叔父答应帮江城找仙女了 我也跟江城说了 他叫我回去喝和风酒 我们回去 好 明天 魏无县即时发传音符给江城 江城 我和蓝湛明天回莲花屋 隔日的早上 蓝旺基才起床 魏无县就即时跟着起床 你不再睡一会儿 嘿嘿 不是要回莲花屋吗 总不能掐着饭点到啊 蓝旺基和魏无县收拾了一下 就准备遇见 前往莲花屋 魏无县藏好了两坛天子校带给江城 到了莲花屋的门口 看见江城已站在那里 翘首等候 蓝旺基降下壁城 魏无县走了下来 江城迎上前来一一 先都 魏无县 江宗主 蓝旺基回了一里 魏无县 你说要回来 我把聂三怀也给叫过来了 他等一会儿就会到 江城接过魏无县手里的东西 递给门人 放到大师兄的房间 然后引着两人前往事件堂 魏无县交代江城 江城 你交代厨房 蓝站的菜要清淡精致的 知道 这还用你说 无妨 一起吃就可以 那可不行 一会儿你要是吃不下去怎么办 江城和我吃的一样 可以是大盘的辣菜 红烟烟的过瘾 你不同 不给你做清淡的 一会儿你又吃不了又受罪 我心疼 蓝旺基文言看了他一眼 不语 手指头却微微一拳 魏无县你放心 绝不会饿着仙都 咱们云梦也是鱼米之香 什么吃都没有 不放辣椒就行了 有劳江宗主 仙都 客气什么 都是自家人 你们回来我高兴 你们想吃什么的 尽管说 三人到事件堂坐定 魏无县又开始滔滔不绝 江城 我真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啊 我请叔父帮忙 物色一个仙子给你 你也是年纪不小了 有个家有个伴多好 你看我和蓝战 魏无县牵起蓝旺基的手 蹭了蹭 一下子把江城逼翻了白眼 江城大吼了起来 魏无县 你够了啊 撒狗粮也看看地方看看人 再继续 我放狗了啊 魏莹 蓝旺基低声制止了他 哎呀 我说魏无县 你和仙都 你以为我不想啊 我也想成个家 可是没找到那个人嘛 马上就有 马上就有 只要你江宗主 不要太倔 脾气好一点 大把姑娘要你 这大把姑娘也给我一个 如何啊 魏兄 聂怀桑摇着扇子走了进来 见过仙都 江宗主 不必多礼 蓝旺基回了一礼 聂宗主 你来了 姑娘肯定是有的 不过你们清和聂氏那样富豪家族 你又是会迎风弄月的 为什么这么多年也不成亲 魏无县一脸的疑问 还不是为了你吗 嘿嘿嘿 别别别 什么为了我 这天地良心啊 我还不真的是为了你 你知道我守着你的原生多少年吗 不敢对外说啊 然后就想着怎么让魏兄你活过来 容易吗 嘿 你做这些不发言你成家呀 为了我 魏无县一脸的嫌弃 哎 魏兄 你就不懂了 我当时守住你的原生 一心想着让你醒过来 研究尝试各种方法 忘了去成家 瞎扯 真的 那时候我只对你感兴趣 对女人不感兴趣 魏无县一听 即使转头望向蓝王鸡 蓝王鸡垂下眼皮 不接他的招 聂怀桑也知道不对了 连忙说 哎 不是不是 我是说 对研究如何让你复活感兴趣 不是对你感兴趣 哎 好像又不对 怎么我今天总说错话呢 聂怀桑摸了摸额头 手心里尽是冷汗 行了 聂宗主 魏无县真的找了一大把姑娘 肯定少不了你的 哎 你放心吧 江城斜着眼 瞧了魏无县一眼 是啊 聂宗主 仅是你让我复活着一件 我就要为你办好这件事情 我重生 不管如何 都是你的功劳 我和蓝湛才能在一起 你说是不是 蓝湛 魏无县诚挚挚地望着蓝王鸡 蓝王鸡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你看 蓝湛都表示同意了 聂宗主 你放心 叔父要是找到合适的世家女子 你们瞧瞧对上眼了 就一人一个 魏无县越说越兴奋 好像眼前就已经站着一排美丽的女子一样 这下放心了吧 聂宗主 魏无县找到姑娘就会给你一个 我们等她消息就行了 好了 我们大家先去吃饭 江城招呼大家去吃饭 席间 聂怀桑捏着酒杯 不断地感叹 哎呀 魏兄 你这和风酒 真是别有风味啊 入口苦中带涩 落喉回味微干 那种滋味 嗯 非常独特 简直是人生旷味 聂宗主 我这酒当初发明只是因为少年义气 只是想录一首证明自己的想法而已 真酿成功了 自己能喝个痛快 没有你想的那么多内涵 不过今日听你说细细品味一下 好像你说的挺有道理 这和风酒 嗯 真是苦尽甘来 嗯 就像我 仰头喝下一大碗 魏英 蓝旺基桌底下用脚轻轻碰了他一下 蓝湛 你放心 我不会喝醉的 每次我们几个同窗在一起 就是开心 就是痛快 同一少年风光滋溢 回味无穷 嘿 哎 时间太快了 是啊 当年我们几个去云深不知处求学 那几个月 太开心了 这么多年以来 真的就那段日子 无忧无虑 最开心 聂怀桑也喝下满满一杯酒 要是没有温若涵出来搞事 我们几个不知道现在会怎么样呢 江城的酒杯重重的灌在桌上 当然会更好 温室不作乱 四大家族相安无事 江湖只有传说没有故事 说不定我们四个早就成家立世了 不用等到现在来提找仙律成亲 聂怀桑说的 是 喝酒喝酒 魏无羡 魏无羡给三个人都买上了酒 给蓝旺鸡夹了一筷子菜 蓝旺鸡看着他们三个喝得兴高采烈 不出声 安静地吃自己的饭 也是没办法呀 都是命 像你聂宗主 不想当宗主 当上了宗主 蓝湛 不想当仙都 当上了仙都 我魏无羡 什么坏事都没干 就死了一回 命运这玩意儿 魏无羡又喝了一大碗酒 仙都不想当仙都 江城聂怀桑一口同声 望着魏无羡发问 魏无羡红着眼 举着酒碗说 是啊 当仙都有什么好的 我家蓝湛不稀罕 魏英 蓝旺鸡沉声地叫住了他 拿下了他的酒碗 对江城说 江宗主 魏英喝多了 我先带他回房休息 蓝旺鸡扶着他 回到了魏无羡的房间里 给他洗了把脸 放他躺下休息 过一会儿 江城派人送来一盅蜂蜜水 说是给大师兄醒酒 蓝旺鸡给魏无羡喝了下去 擦了擦嘴 重新放他躺下 半天魏无羡没有醒来 蓝旺鸡自己也梳洗一番睡觉 半夜时分 只听魏无羡哭诉着 江宗主 不是我想离开莲花屋 我这没办法 江城是我兄弟 我一定会看顾着他的 接着又喊道 聂兄 这世上最懂我的人就是你了 来 再喝一杯 魏无羡伸出手在空中乱抓 蓝旺鸡捉住他的手 放进了被窝 这世上最懂他的人是聂怀桑 蓝旺鸡坐了起来 看着魏无羡驼红的脸 紧闭的眼 再也没有一点睡意 天放鱼渡白 魏无羡哼了一声 水 蓝旺鸡赶忙去倒了杯水过来 扶他起来喝水 魏无羡眯眯着眼 咕嘟咕嘟地把一碗水喝光 终于睁开了眼睛 哎呀 啊 蓝旺 这里不是近视啊 哎呀 我们是在哪里啊 莲花屋 哦 对了 啊 我怎么就忘了 哎呀 昨天真是喝太多了 蓝旺鸡定定地望着他 这世上最懂你的人是聂怀桑 哦 你说什么 魏无羡抬起他那双还迷糊着的眼 夜里 你说这世上最懂你的人是聂怀桑 哦 我昨晚说梦话了 我还说什么来着 蓝旺 你说这世上最懂你的人是聂怀桑 是不是真的 蓝旺鸡眼里闪出一丝痛涩 我说的梦话 这是我说的梦话 魏无羡的酒彻底醒了 抹了把脸 对蓝旺鸡说 这怎么可能 你都知道那是梦话了 你是我知己 这世上最懂我的人当然是你 但你梦里是这么说的 蓝旺鸡垂下眼帘 魏无羡揽住蓝旺鸡的肩膀 指着自己 蓝旺 你看我 你看着我的眼睛 看看我有没有撒谎 蓝旺鸡抬起双眼 看着魏无羡的眼 魏无羡眷眨眨眨眨眨眨 无比清楚地说 蓝旺 你是我知己 最懂我的人 当然是你 蓝旺鸡哑着声道 他守了你16年 是 这个我得感谢他 没有他的计谋 我活不过来 你我今天也不会在一起 但是蓝旺 聂怀桑16年守着的是个死人 现在 一个活生生的魏无羡 跟你说 这世上最懂我的人是蓝旺 魏无羡 举起右手 伸出三个手指头 发誓 精彩内容 下集再见 前一位 织